这一位同修他说 弟子如今不向粗发心实 把佛号一天念几万声 还送进几卷 现在把修持方法转到工作上 生活上 借无待人上 自觉横受仪 在听经方面也很有小悟 但秦师父开示 将来能否有大悟处 辽生死出三界 你要继续不断去努力 极小悟才有大 这个开悟 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不开悟 他有障碍 这个障碍 总 借起来呢 不外乎 自私自利 明文立 无欲六成 坦诚之慢 这个是内外 种种障碍 障碍我们不开悟 如果把这些障碍放下了 你就一定有无欲六成 彻底放下 你这一生就圆满成佛了 那么要想了生死出三界 决定要求生进度 这是老实话 如果不求生进度 自己要了生死出三界 那就是尽死烦恼 沉沙烦恼 一定要断尽 相当不容易 不求生进度 自己的力量出三界 过去黄念族居士说的好啊 在这个时代 往后已经没有这样的人 太难太难了 真的是亿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个 进度发文的书生 代业往生 自己修行 决定不代业 这个很难 这位同学问 法师 我入佛门十年了 但我一直没有受戒 他说 可是我一直听你的话 受戒不必受戒 如果我一生 好好地守戒 不受戒 行不行 行 因为你守戒 你是真的受了戒 那我们现在 这个法师传戒 这是行事 行事 受了戒 你做不到 你是冒充的 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佛菩萨 你自己能够真正 持戒 守戒 佛菩萨 承认你 守戒 凡人承认 不承认 没关系 佛菩萨 承认你 这个道理 要懂 这位同修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弟子 葬身 慧琴 想好 好不起来 烦恼 吸气 这个 时时 会现行 那么 修一段时间 感觉很好 就来一些 不顺心的事 那么这时 就是 总是把握不住 自己 就回了 这个自己的亲近 那么他说 你曾教诲我们 要深洁意去 具体 做法 似乎慈悲 请详细开示 这个深洁意去的 入门 就是听经 多听 多研究 多学习 决定不能间断 你能够这样子 累积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才会有无处 一定要把烦恼 吸气 放下 这个第二个问题 这是弟子到你身边来 亲近你了 但怎么修 去听你讲经 还是在念佛堂念佛 行节要相应 经要听 佛要念 如果说 只听经 不念佛 有节无行 很难成就 只念佛 不听经 你的疑惑 烦恼 不能断 一定要 相扶 相辰 我们身在 现前这个时代 其他宗教常说 这个时代 是世界末日的时代 可不可能 有世界末日 非常可能 你看这个世界上 许多大国 储存的这个核物 可以毁灭地球 十几次 现在还在继续不断的制造 这个制造干什么呢 早晚是毁灭地球 所以很有可能 我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 共业所感 好不好呢 对真修行人来讲 有好处 逼着你 非干不苦 你要不干 将来这个大灾难 来了之后 你堕落三土 你真正肯干 灾难来了不怕 到极落世界去了 这是我们 必须要用智慧去选择 所以顺境逆境 善于我远 对修行人来说 都是真善于 没有什么不好 由此可止 所以加工用恨 比什么都重要 佛经要读 要了解 一定要 一定要 一交风险 如果在 现前 懒散 放逸 不认真去干 一旦灾难临头 后悔 莫及了 真正有智慧 聪明人 有福报的人 一定把 一定把当前的时光 抓得紧紧的 一分一秒 都不能让他空过 这个人才决定 有成就 这一位法师问的 他说 有人从九花山带来 带回来 一本 斩插 善悟 业报经 以及 斩插 实用的 这个木轮 的轮相 当遇到难题 不好解决 如何做时 就用木轮 斩插 决定 决定 结果 这种做法 是不是可以 这和民间 斩仆 有何区别 我们信佛人 能用吗 这个斩插 就是 佛的大慈大悲 因为世间人 喜欢 斩挂吗 所以佛也随顺你 你喜欢 我也教你一个斩法 这个佛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了 但是 佛家讲的斩法 前面要有修功 要有修行的功夫 你才会有感应 不但是斩插 灵相 你要懂得道理 要懂得 修行的方法 就是你 我们普通 看到这个 观音菩萨库 我们 从前也印过 观音签 我们也印过 印光大师 在前面 有一篇虚文 就讲得很好 你在求观音签之前 应当夜心 至尘 念观音菩萨 圣号一千遍 然后你再抽签 签才会灵 这个有道理 为什么呢 沉则灵 什么叫沉呢 一心专注 没有妄念 叫沉 一千声佛号 念下去 把你的妄想 分别 指责通通念掉 这个时候 最真诚的心 没有丝毫妄念 干瓜就念 你们都 了凡思绪 了凡思绪 所以你们提到 画符 画符跟念咒 是一个道理 心不沉 就不灵 心不沉 有妄念 画这一道符 所以画符 平常要练习 要练得速度快 速度快是行吗 这个笔一点下去 到一道符画完成 一个念头没有 这个符就灵 如果你画符 在画的当中 还起心动念 这个符就不灵了 念咒 也佛如是 所以咒 古人家 念经 不如念咒 念咒 不如念佛 为什么 佛号只有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我念这一句话 里面不架杂 妄想 咋念 容易做得到 咒太长了 那么长的咒 念下来 如果里头架杂 一个妄想 这个咒就不灵了 这就说明 念佛 不如念咒 那经呢 经更长了 所以你这一步经 念下来说 里头不架杂 妄想 难 不容易 你明白这个道理 才知道 这个念佛 法门的殊胜 但是一定要懂得 念佛里头架杂 妄想 还是不行 一定要把妄想念掉 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真正 学佛人 求往生的人 不问这些 问这些干什么 一心一意 念佛求生净土 没有一个往生 所以这些世间事 我们都可以 不必再去理会了 这一位同修问 他说 我们在家都听 你老的磁带 和落相带 专送无量寿金 已经三年多了 现在我们要想 共修一种考种 一找到一个小寺院 做道场 但是三位出家师傅 早阔 持了严州 晚阔送米托金 我们居士 则在另一个念佛堂 作造晚阔 早阔 四十八大约 晚阔 是三十二到三十七平 请问这样分开做早晚阔 算不算 一个专修 专红专修的 净土道场 可以 你们几个人在一起 专修 专后 这样就很好 这位是邻居士 他问题问题很简单 这人间呢 人比人 欺死人 他不懂我自己 怎么样去做 哎呀 不比就好了吗 不要去比呢 不要跟人比 不比就不气了 没有是不生气了 就好了 这个 这位同修问的 他说 常常看到 家中有两个黑眼 要怎么处置 请老法师 慈悲开示 如果遇到有这些事情呢 家里面最好供佛 供养佛菩萨形象 每一天早晚呢 上香 或者是诵经念佛 那么这个黑眼 如果是冤情债主 他得到佛法的熏陶 他不会伤害你 如果是给你做正上缘的 他就来护持你的羞耻 所以 所以也不必刻意去理会他 我们依照佛法做 就很好 这位同学问的是 我听从你老人家的教导 每一天一心念佛 求真净土 定库三万圣佛号 有时定库做不完 各日一定不全 旁人说我这样太执着了 请问我坚持三万圣佛号 如不如法 如法 决定如法 所以自己定功祸 开头不要定太多 以后慢慢增加了 这就是精进 一般我们初学的人 每一天定一万圣就很好 不能念一万圣 念五千圣也好 天一天不间断 念上一段时期 念得很熟 身心愉快 有足够的时间 再往上增加 不能够后退 增加是好现象 这个一天三万圣 是非常好的标准 可以坚持 第二个 平时我不喜欢与人借出 只愿金刚持 念佛求生 如果有人打搅到我做功课 我便生烦恼 打搅你功课要慈悲一点 他他不懂 可以原谅他 不必生烦恼 我们用方便法的来回避就好 尽可能不影响自己的修行功夫 第三 请问居士的大杯水 应如何处理才如法 大杯水 要有大杯心 才会有感应 如果没有大慈悲心 每一天念大悲咒 没有什么感应 那是有口无心 大悲咒 决定要把自己的大慈悲心 念出来 真正能够慈悲一切众生 然后你的大悲水就很灵验 所以念大悲水 有的念得很灵 有的不灵 道理在此 没有大悲心 念得就不灵 具足大悲心 念得就有感应 有灵验